来 这是四十五路公交车的分布图 能不能凭你的记忆 把乘客坐的位置 给我标注出来 应该可以 来 谢谢 车的前部有两个人 这儿站着一个男性 大概三十多岁 穿着一个花承衫 腰间别的一个钥匙 一直在录视频 应该是一个主播 这儿坐着一个旧男 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 带着耳机 这儿坐着一个大爷 大爷脚下有一个蛇皮袋绿色的 里面装得好像是西瓜 他的后面坐着一个阿姨 短的发略微的有点发福 带着一个黄色的编织袋 装得好像是样 隔着一个座位 这儿坐着一个大叔 大叔有一点点蟹顶 脚下放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我们俩坐这儿 我们下车的时候 上了一个男性 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然后这儿坐的就是那个 灰色套装的 应该是嫌疑人吧 脚下放着那个红色的袋子 小猴子 你这记忆力惊人呐 我 我是做游戏的 就习惯了这些人物跟你成见了 你学的专业就是做游戏了 对 那上学的时候一定做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吧 也 也没有 就是下意识的职业习惯 这种训练挺实用的 我记得 警校的行侦专业 也有类似科目的训练 是吧 严谦 没错 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啊 只要你去过一次之后 啪 一下子已经在脑子里了 差不多了 刚才从公安局的大门 一直到这里 能不能凭你的记忆力 把整个的布局画出来 我试试 来 让我见识见识 我应该去哪里 真的不能那里 他在内衣 不是 我 你 现在 我 我 你看 我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